単語 単語 單詞、詞彙 那現在進入到這篇課文後半部分的這個單詞 第一個 應用文 スタッフ スタッフ 來自於這個單詞是工作人員的意思 比方說上海世播會的工作人員 你可以說 上海万博のスタッフ 上海万博のスタッフ 好,往下走 憧れる 是表示上往的意思 比方說這句話 海外旅行に憧れているんです に 是表示我上往的對象 うんです 強調這個客觀事實 那我非常上望海外的旅遊 我非常上望去國外旅遊都可以 海外旅行に憧れているんです 好 夢見る 夢是表示夢 做夢 也可以表示夢想 那麼夢見る 表示做夢也能夠表示有空想或者幻想的意思 比方看到這句例句 声優になることを夢見てる 我幻想做一名什麼呢 押忍表示對象 声優大家知道在日本的話 很多動漫是需要正式的配音演員來進行配音的 那麼声優是配音演員的意思 声優になることを夢見てる 我幻想成為一名声優演員 好 往下面走 知り合い 知り合い 認識 看到這裡 彼女と知り合って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と 是与他認識有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有多久了呢 你和他認識 有多久了呀 彼女と知り合って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大家記住用單詞的时候 尽量保證是以句子的形式来读 这样的话能够使你这个口语的能力有所提升 好 我们往下面看 一文化 一文化 一國文化 那么这个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都可以的 比方说文化 我也可以单独说文化 那么不同的文化呢 也可以说一文化 一文化 方々 各位 方々 元気づける 元気呢 是表示说 恢復活力的意思 或者是振作的意思 那么元気づける的意思呢 比较多 看到这里有几个比较主要的 表示鼓励呀 打气呀 好 再来读一下 元気づける 元気づける 架橋 桥梁 架橋 单独说桥的发音是读声调 橋 橋 好 往下面走 願う 願う 希望 或者是祈祷 那么願う 比方说願うこと 願うこと こと是事情 願うこと 我所希望的事情是 願うことは 願うこと 願うこと 好 往下面走 円滑 是顺利的 円滑 比方说什么 顺利 そのことが円滑に進みますよ 大家看到 这个单词原型是 使用动词 我只是把 だ 变成了 に 作为一个副词 才能修饰后面的句子 也就是表示说 这件事情呢 进展非常的顺利 このことが 円滑に進みますよ 円滑 顺利 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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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 选拔的意思 在很多的这个大型活动当中 你要去应聘的时候 要进入一个选拔的状态 選考 選拔 選考 選考 パス 通过 比方说通过考试 你可以说 試験にパスした に 是对象 其实以前呢 我们是说这个合格 合格 合格 試験に合格した 也可以说 試験にパスした 通过了 レベルアップ 这个单词 首先看到前半部分 レベル 是表示说水平的意思 那么 アップ 是提升 那么 レベルアップ 自然是提高能力 提升水平的意思 好 往下面走 来場者 来场者 来到现场的人 来場者 来場者 海付 海付 海付是分发的意思 比方说 分发资料 它做名词用是 海付 做动词用 直接在后面加スル 海付する 资料是 資料 資料 资料 資料 这就是很 这个初级的单词了 資料 海付 します 資料 海付 します 这个单词可以读 升调 海付 或者读降调 海付 都行呢 好 往下面走 迈子 迈子 记得是表示 迷路或者丢失的小孩 呼び出し人 呼び出し人 寻人者 寻人 呼び出しに 呼び出し人 好 我还看到下面的单词 太陽 这个是对应 或者是应付什么什么 比方说这个话 这个句子当中出现了这个 太陽策 是应对的那个对策 考えて 置きますね 我们学过这个 て 置く呢 是表示 预先去做什么事情 那么 考えて置きます 要提前去考虑什么呢 应对的这个对策 提前考虑 应对的这个对策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 太陽策を考えておきますね 太陽 这个单词的发音 写一下 策 太陽策 应对的这个对策 好 往下面走 担当 担当 担任 或者是负责的意思 担当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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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往下面走 笑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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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说笑顶 名词 好 往下走 仕方 仕方 也包括说做法 或者行为举止的意思 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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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策 大家看到这句话 太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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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很多意思 在这里强调是动作 比方说 太陽策 动作不方便 动作 举止 或者行为呢 不太方便 太陽策 好 往下面走 無障碍 無障碍 無障碍設施 在這個地方講的是上海誓播會 對那些身體活動不自由的人 準備了一些設備 或者一些設施 這個都叫做 バリアフ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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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クバリ キクバリ 是表示說多方注意或者是照亮的意思 比方這句話 注意什麼 コマカイトコロマテ マテ是道 那麼就是說 包括一些很細微的部分 コマカイ是細小的 琐碎的 コマカイトコロマテ 連一些非常小的事情都非常的 キクバリをする 留心 或者是在意 注意到一些非常細小的部分 注意到一些細節部分 好 往下面走 キュウキュウ キュウキュウ 急救的意思 キュウキュウ 往下面走 イタル イタル 到 大家可能會想到以前那個マテ タケ跟マテ 放在一塊兒用 比方說這句話 その若者は 那個年輕人 頭の先から 先 指的 某個物體的最前端的部分 頭の先から 足の先 の イタルマテ 頭の先から 足の先 イタルマテ 本番 正式的 本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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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面一個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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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強調過這個單詞了 住人 人各不同 住人 通路 マニューアル マニューアル 也可以讀聲調 マニューアル マニューアル 手冊 指導手冊或者是說培訓手冊都可以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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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是表示随机应变的意思 大行动词 好 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例句 比方说笑我刚刚讲的是项脸的意思 这几个地方呢我用的是一个否定 你会怎么翻译呢 表示保持微笑的意思 就是说笑颜或者你的笑脸并不会停止 可以说保持微笑的意思 保持微笑 好往下面走 工作啦角色啦职务啦名词 努める 努める呢是表示担任的意思 来看一下例句 吉祥可以表示那个主持人或者是思宜的意思 吉祥の役を努める 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主持人 那么你可以说吉祥の役を努める 努める 努める 往下面走 你こと 是表示微微一笑的意思 你可以说你こと笑って 笑う是笑的意思 你こと笑って 你こと笑って 微微一笑 满足 满足 满足する 可以做动词用 满足する 比方说大家都非常的满意 那么可以说 みんなは満足する みんなは満足します 好往下面走 魅力 名詞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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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れきる 疲れる気 好重新再来一次 疲れきる 疲れきる 那以前学会有一个单词是疲れる 表示劳累的意思 那么疲れきる 比它的程度要更大 那表示说疲惫不堪 非常劳累了 好往下面走 誓う 誓う 誓う呢它有宣誓 宣誓或者是发誓的意思 比方说 第一个 嘘だと思ったら 天に誓ってもいいです 那么比方说这里 と思ったら 是表示假定 如果你觉得是假话的话 如果你觉得是谎言的话呢 天に誓ってもいいです に 是表示我发誓的一个对象 我可以对天发誓 都没问题的 好 你可以说 嘘だと思ったら 天に誓ってもいいです 对 如果你觉得 我说的是谎言 我可以对天发誓 誓う 誓います 发誓 誓います 好往下面走 緊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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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变化 是看不见了 它只是它的一个搭型 見えなくなった 那么 あっという間に見えなくなった 表示说一转眼就看不见了 好 往下面走 きち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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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贵的 きちょう 来看到下面的这个句子 きちょうな体験だと思います 或者 と思う 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验 きちょうな体験だと思います 体验 好 单词部分全部讲完 我们接下来讲到这个应用文的部分 私と上海万博 是になる 变成了过去 是成为的意思 我成为了日本人留学生 志愿者工作人员的一员 私はずっと上海に憧れていました に 是表示我向往的一个对象 我呢 一直就对上海非常的向往 大学時代から上海で働いてみたいと 夢見てきました 夢見てきました 是表示呢 是我这个向往的意思 都是一个引用助詞 表示我向往的一个这个对象 或者是我幻想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从大学时代から是从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 就幻想着能够在上海去工作 能够到上海工作 てみたい てみる 是表示尝试 てみたい 是想 好 我们往下面走 特に上海っての留学中 世界各国から来ている留学生と知り合い 友達になりました 那么特に是特别是呢 上海っての在上海的留学这个过程当中 知り合い是认识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 我结交了来自 から是来自 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 然后与他们成为了朋友 又是看到这个地方 に になりました 可以保持这个连接的状态 但是属于书面语 那么我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げんちのかたがた 来看到下面的部分 げんちのかたがたにはいろいろとたすけてもらったり 我们看到 这个てもらう 是表示接受的意思 那么もらった 过去是 加上一个り だりだり 是表示说 一个例句的意思 比方说 这个地方 我是接受了谁的帮助呢 にわ是一个对象 表示说 我接受了当地人们给予我的各种帮助 げんちのかたがたにはいろいろとたすけてもらったり 接受到了他们的各种帮助 げんきつけられました 这是之前讲的语法 那么这个つける 是一个结尾词 之前讲到过的是赋予的意思 或者是使其建立的意思 げんきつける げんきつける 是表示说 给予我很多活力 让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的丰富 那么用到一个被动体 因为正是因为接受了他们的帮助 所以让我的生活 也慢慢变得 越来越有这个活力 被赋予活力的感觉 但是你翻译的时候 要灵活处理 就做主动去翻译 大家看到 就是说 接受了当地的人们的各种帮助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活力 にちゅゆうこうのかけはしになりたいとねがっているわたしは 那么 这个我是什么样子的我呢 关键下这个地方 ねがって 是表示希望 是表示希望 或者是希望怎么怎么 ど 是我所希望的一个内容 希望 那么前半部分的内容看到是 にちゅゆうこうのかけはし 那么に 哪里带意思 想成为 那么希望 希望能够成为 日中友好桥梁的我 怎么样呢 看到后半部分 そのお返しができればと できればと 是假式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说能够给予回馈的话呢 上海万博のボランティア 募集に応募したのです のです 是强调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所以呢 我就报名参加了 上海式播会的这个招募 我们联合前面的句子 一起来再翻译一下 看到这个部分开始 那么说 当地的人们怎么样 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然后呢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那么 一直 希望说 能够成为 日中友好桥梁的我来说呢 如果说 能够给予他们 一点回报的话 那么就是 去报名参加了 这个上海式播会的志愿者 好 我们来看它下面的部分 上海万博の円滑な活動を 助けるために ためる是表示一个目的 为了 助ける是帮助 を 是表示我帮助的对象 也就是说 我为了能够帮助到 上海式播会的 顺利进行了 那么这个地方 円滑是顺利进行 顺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也就是说 我为了能够帮助到 上海式播会的一些活动 的顺利进行呢 好 还是看到这个部分 五角是语学 五角是语学 五角試験を始めとする 先行をパスした 南博の理念 ボランティアの活動 中国語のレベルアップ などの研究を行いました 原型是 行う 行う 是进行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 进行了一系列这样的一个学习 那都是等等 那么前面全都是我进行学习的一个内容 所以完整的翻译就是说 为了帮助到上海式播会的活动 能够正常的顺利的进行 那么通过了 以语言测试为首的 或者是通过了 以语言测试为主要的 选拔考核之后的我们呢 进行了很多方面的训练 比方说上海式播会的理念 或者志愿者的活动 包括汉语能力的提升 这方面的研究 都一直在进行 好 我们再看后半部分 私たち留学生は 二ヶ月ほどの夏休みを利用して 利用 我们利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的 这个暑假的这个时间 利用了两个月的暑期 怎么样呢 来庄舍に対する 我们对这样的一些 来场的一些客人 做了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 パビリオへの案内 パビリオ是展馆 也就是说带领他们呢 去这个展馆 还包括说 会场地图的这个分发 以及日本人の迷子や 呼び出し人 迷子是迷路的这个小孩 呼び出し人是负责去找人 絵の対応など担当しました 当当是表示说 我们负责了一些 这样的一些事情 我们负责的事情是什么呢 包括前面刚刚一直 讲过来的部分 包括说带领客人 去场馆分发地图 包括说找小孩 或者是说去找人 这样的一些 应对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 往下面走 マナ研究のおかんげて おかんげて 是表示多贵了 マナ研究 是表示礼仪 学习 礼仪 学习的意思 多贵了这样一些礼仪的专业培训 基本の笑页 挨拶の仕方 立ち振る舞いから バリアフリー 聞くばり 救急地の対応 に至るまで しっかりと 使徒して いただいたので 好 来看到这个句子比较长 我们首先看到前面部分 这里呢有一个关键句型就是 から和に至るまで から是从哪 に至るまで 是到哪 从哪到哪呢 我们从基本的微笑 到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以及我们的行为举止 那么从这些方面 到包括无障碍设施的提供 包括我们的这个照顾一些客人 包括我们应对紧急时刻的一些对策 しっかりと 表示说很好地接受了 しとしていただいた 那么ていただいた的原型是 ていただく ていただく 是表示接受的意思 我们很好地接受了 这方面的指导 ので 在这个地方 是表示原因 因为我们接受了 这一系列的一些指导 所以 开幕本番には自信を持って お客様を絶対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那么这个地方 看到 是接待 就是说 也许是在这个地方 是本番 是表示正式的 当正式开幕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就 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就是能够怎么呢 我们就能够拿出 足够的这个自信 来接待 这些参观的客人 好 我们往下面走 もちろん お客様は 住人トイロで マニューアルドウリ には 行かない場合も 多くあり 好 第一是表示原因 当然呢 客人呢 人格不同 マニューアルドウリ に ドウリ 是之前学的 那个语法 表示按照 什么什么样子 去做 按照指导手册 讲的那样 去做 那么 行く 之前讲的是 可以表示 进行 行く 可以表示进行 行かない 是表示不能按照 那个指导手册 上面讲的 去进行的情况 是比较多的 倍も 是情况 も 是表示也 是非常多的 所以联合在前面的句子 翻译一下 那么就是 当然呢 因为客人 人格不同 所以呢 不能够按照 指导手册 讲的那样 去进行的情况 是比较多的 好 继续往下面走 いろんな場所で いろんな役割に 这样去做 想努力这样做到 那么 たのしんで的原型 是 たのしむ 变成了 てしん たのしんで 后面接的是 いたたける 其实 它的这个原型的部分 是いただく 变成能力型之后 是把く 变成了け 再加上る 所以 いただける 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て いただける 是表示 让对方 怎么怎么样 也就是说 我们努力做到 让对方 让客人呢 感到很开心 また 另外 この 好 看到后半部分的内容 この パピリオンにも もう一度 期待と 言われるように 也是表示 努力这样做到 那么 之前 结合前面的内容 就是说 我们希望做到 让客人满意 另外呢 我们也想让客人 能够非常自然地 说出 我还想再来一次 你们的这个展馆 还想 もう一度 期待 想来 还想再来一次 你们的这个展馆 好 往下面走 这个 我刚刚讲了 它的否定形式 我们可以说 ない 换成字呢 字是一种 比较书面的 这个否定形式 也就是说 强调 我呢 不论是在任何场所 我都会保持 我的微笑 和热情的回应 我当任了 充当了一名 非常优秀的 这个志愿者的工作 那结合前面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呢 要努力做到 让客人 感觉到很开心 また 另外呢 也努力做到 让客人 能够很随意地 说上一句 我还想再来一次 你们的这个展馆 我们为了这些事情 一直在任何场所 我们都保持了 我们的微笑 和给予了热情的回应 然后担任了 或者担当了一名 非常优秀的 志愿者的工作 或者担当了 非常优秀的 这个志愿者的 这个工作任务 好 往下面走 在这个地方 待时间 是等待的时间 要是表示和 暑さで で表示原因 往下面看 不機嫌そうな お客様でも こちらが 笑顶で挨拶すると 必ず ニコッと笑顶に返って 元気を出してくれました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前面这句话 他是说 で是因为这个 等待的时间过长 或者因为太热 不機嫌是不开心 そう是 似乎有点不开心 な是因为 后面要修饰这个名词 那么 即使是在这个地方 でも 即使因为这个 等待时间过长 或者因为太热 而感到好像 有点不高兴的客人 こちら是强调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只要给予什么呢 只要用我们的这个 微笑和热情的回应 すると 表示假设 那给予他 微笑和热情的 这个 这个寒暄 或者给予热情的 回应后呢 必ず一定会 ニコッと笑顶 是表示 微笑的意思 に返って 一定能够 回给我们 回忆微笑 元気を出してくれました 然后呢 又让我们拿出了 更多的干警 那么 结合前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呢 因为 这个等待时间过长 或者是 因为太热 而感到不高兴的客人 即使是这样的客人 那么 我们这边 或者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也会保持微笑 给予热情的回应 那么 他们也会必定 欢迎我们微笑 然后呢 这样 我们又会 拿出更多的干警 去服务对方 好 来看到下面 一人でも 多くのお客様に 満足して いただけるように 又是这个地方 用你是表示 说话人 努力想这样做到 动词提醒家 刚刚讲过了 是表示说 让客人 でも 是即使 那么即使是一个人的情况呢 我要努力去做到 让更多的客人满意 你 是让他们满意 让他们 或者是让更多的客人 满意 后半部分 上海万博の魅力を 心から伝えていく中で 疲れ切ったお客様が 笑顶になる瞬間が 私の一番の幸せでした 我们来看到前面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说 我们将上海世博会的 这个魅力呢 从内心当中 心から伝えていく中で 伝えていく是传播出去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然后看到 疲れ切ったお客様が 那么 我们将这个上海世博会 最有魅力的部分 从内心去传达出去的 这个过程当中 每当看到 很筋疲力尽 疲れ切る 是筋疲力尽 来到过去时 每当看到这种 筋疲力尽的客人 能够回忆微笑的瞬间 笑顶になる 笑顶になる时 表示微笑 笑顶になる 变化 微笑了 能够回忆微笑的这个瞬间 就是我们感觉 最幸福的时刻 私の一番の幸福 でした その笑顶を見て 人間と人間の 出会いを 大切にすること 那么强调 見て 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微笑 我们就会要 看到这个地方 大切にする 是表示说 好 我们往下面走 この緊張感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给予引导的 这个客人 一边对我们说 上海市博会 真的是非常精彩 みんなの みんなの世代も 素晴 感觉感觉 感觉更加礼貌 感觉更加礼貌 所以在这里用的是 一种礼貌的表達方式 也就是说 边这样说到 边紧紧握住 我们双手的 这个瞬间 瞬間の感動は 这一瞬间的感动 一生 忘れることが できません 那么 一辈子 也不会去忘记的 好 我们再来 把这句话 重新看一遍 在这种紧张的 紧张感 带有紧张感的 持续接待当中 那我们之前 给予引导的 这个客人 一边对我们说 上海市博会 非常的精彩 你们的接待 也非常的出色 非常感谢 那么一边这样说到 一边紧紧握住 我们双手 的这一瞬间的感动 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上海万博は あっという間に 終わりましたが あっという間に 是表示 时间过得很快 转瞬间 終わりましたが 是表示 一转眼就结束了 が表示 乘上乞下 好 看到后半部分的内容 二ヶ月ほどの ボランティア生活は 这两个多月的 或者是两个月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 志愿者的生活呢 私の人生の中で 在我的人生当中 とても大切で 是非常重要的 何よりも 是比任何东西 何よりも 比任何东西 都要来的 貴重な体験でした 是比任何东西 都要来的 珍贵的一次体验 好 到这个地方呢 第一课的内容 就是全部都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